这辆就是目前在旧金山最迷你的电动车 30万过月粗费6000台币就能买回家 这就是我们的项目价格 我们认为我们可以给客户的资源 我觉得价格是有趣的 因为人们会在一些市场的资源 比较近在公共交易的资源 它的时速80公里 续航力150公里 附冷暖气 三个安全气囊 电池快充 一小时可用 后座可以坐人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我现在就在市面上 体积最小的一台 Electric Vehicle里面 那么这台车可以说 不能称之为电动车 而是电动车跟电动摩托车 当中的一个segment 那么这台车体积小到只占 平常车子四分之一的停车格 而且它的所有的功能 都搜集在这个小小的荧幕里面 包括调整车内的温度 还有甚至可以透过电子讯息板 传送这个讯息给前后车 而顾客说 在旧金山停车方便是一大诱因 而在高速骑车时 会有倾斜的问题 可以透过平衡系统来解决 这款车在美国2023年量产上市 亚洲则要等到2024年 市上尽管整体车市为负成长 美国第二季的电动车销量创下新高 成长率为12.6% 占车市总销售量的5% 在拜登政策与节能减碳的趋势下 电动车的市占率渴望继续攀升 华语新闻特派记者增进 在旧金山的采访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记者掌握全球时事根最新驱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